五类的题目里面到底能够学到什么 其实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第一类里面其实最重要就是基本函数 和这个格式设定的能力 所以这些东西如果你熟悉的话 未来你在处理大量资料的时候 其实当然会相对的比一般人来的更轻松 我发现还是很多人在毕业之前 对以色列不熟悉 你到职场上面 人家很快可以把事情处理完毕 可是你却还在那边慢慢的突发链钢完成 那当然会相对的 你会花的时间比别人还要更多 相对效率当然是差很多 那要怎么样提高工作效率 那第一个很多人想了解的 就是第一个你要先对Excel的基本函数 那所谓基本函数就是那些最简单的 包含最常用到的不外乎就平均 不外乎就是加总 那不外乎就是你要算哪一个最高分最低分 或诸如此类的 当然还有更多这些最基本的 可是Excel里面不只是只能做这些事情 当然还有更多 那些就是所谓的在进阶的函数 那进阶函数里面当然你如果会的话 很多事情也不需要突发链钢 那其他的话当然还有有关的格式设定能力 比如说你可以针对一些资料给它不同的样式 让它很快一目了然 因为当然相对的看数字或看文字 远远不及于看图表 所以比如说像我们以这一题来看 如果你今天希望可以做出的效果 我们来秀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你第一个打开那个我们的练习档 练习档的话基本上就是解压缩之后 我把这个下载区解压缩 解压缩之后的话里面开启102 102里面的话就ExD01这一题 打开之后各位可以看到 反正这边这个格子就是你要做的 它的要求就是请你帮忙平均 那它有一些题目要求 再来就是趋势图 所谓的趋势图就是在储存格里面 告诉我这个学生他的成绩 到底是越来越好呢 还是越来越差 那这个越来越好越来越差 请你用图表的方式给我看 用图的方式 这个储存格 每一个储存格就一个图就对了 那最后的话呢统计一个总成绩 就是会需要一个图表 我们秀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类似这样子 做完的结果呢 一请你把怎么呢 学习成绩算出来 除了算出来之外呢 你必须在前面加上一个 如果它是及格就打勾 如果不及格呢就打差 另外的话呢 50分以上到60分之间呢 就用惊叹号 所以这里我如果希望除了把成绩算出来之外 还要能够在成绩的上面呢 马上可以做出一些小图示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所以请各位稍微看一下题目啦 题目里面有要求 那这个其实就是把成绩做平均 那平均的话呢 这个大概做完的结果 里面会用到两个函数 一个是Average 那另外一个是Round 这个是平均 这个Round的 是取到小数点的第几位 OK 所以会用到两个 再来的话呢 做完之后呢 我们会有个所谓的趋势图 这个趋势图 你会发现 这边总共会有五个柱状 其实这五个柱状 指的就是这五个东西 那可以从趋势图里面 看到这个学生 你会发现 他第一次高 第一分嘛 第二次高分 在第三次他又低分了 日常考察又低分了 所以他第二次又第二次比较高分 那他还有一个 最后的结果 红色的 那我们如果希望呢 能够利用图形化 表示他的成绩的话 那你要怎么去把这个趋势图做出来 所以这一题基本上吧 就是考你会不会 两个函数 一个是Average 一个是Round OK 所以你等一下请把这个题目 稍微看一下 那题目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在云端上面 你就把它往下卷动 我都放在云端上 这边的话呢 第一题 使用Average函数 针对这三个 你就把这个叙述呢 变成我们要的公式 这个就是基本的函数能力 我想如果你会很快 又把事情解决 但是不会的话 那真的很麻烦的 尤其像我要算各位的成绩 如果不会用Excel 我想你们这么多的成绩 不晓得要算到民国哪一年 而且我还很有把握 你们每一个成绩 我都会放在云端上 所以之前有同学打电话来问成绩 我马上可以看 因为手机一打开 你们的成绩都会在手机上显示 因为现在有Google试算表 云端上马上我一打开 我就可以知道你的成绩到底也没有问题了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当然是一般 第一个就是基本的函数应用 第二个呢 趋势图 那趋势图怎么做 它有一些相关的说明 再来的话 设定成绩总表 那所谓的成绩总表 就是说 它最后希望呢 你在做出一个像这样的一个 前面有个成绩总表 这边有成绩的计算流程 那你要让一般人知道说 原来你的学习成绩 总共会有四个部分的成绩 那四个部分成绩呢 这一体当然主要是做这个图出来 那这个图是从哪边做出来呢 其实各位可以看到 上面有个插入的面板 这个面板里面的话 你可以找到一个叫smart art 这个smart art里面的话 上次题目里面有提到 就是要找到这个smart art的话 那你要找到那个smart art 到底哪一个 可能要看哪一个比较接近 题目当然有说 到底是什么循环图 或什么的 你可以稍微找一下 基本上 应该这个还蛮像的 那你要怎么样 刚好做出这样的结果出来 OK 所以请各位稍微把题目打开 好 练习档打开 然后呢 先试做看看 那待会呢 我们也会把那个这个题目呢 怎么样把它做出来的 这个过程 跟各位做说明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当然这些题目主要就是 熟悉 Excel OK 所以以后这些题目呢 你可以 至少 不要说对Excel非常陌生 因为未来 根据统计 在职场上 用到的应用程式里面 用到的几率最高的 用到的时间最多的 都是Excel OK 所以基本上 以后如果你当然 你会有机会 做一些行政工作的话 这个需要最熟的 以目前来看 还是Excel Excel里面当然 最需要了解 当然就是一些 基本函数的应用 跟一些格式的设定 所以像刚刚这一题 你有没有办法 把这个题目要的 这个要求的题目 把这个 这个功能需求 把它做出来 试试看 这个题目的部分 那它第一个是要做什么呢 做那个平均Average 把那个第一次 第二次第三次 跟日常考察 做四次的平均 所以呢 这里 当然第一个 你要会使用 所谓的Average函数 这个平均函数 第二个的话 再用RUN的函数 取到整数位 因为它有小数点 平均之后会有小数点 可是不要小数点 那用RUN来做 那做法上第一个 你参考函数里面呢 你要先去找到 有关那个平均函数 它的位置基本上呢 平均就是在统计里面 所以在统计里面 你可以找一个Average 这个 Average 这个函数 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会问你说 那你要哪个范围的平均 那我要第一次到日常考察 所以你可以用选取的方式 选取完之后 第二到G2 这个就是范围 它就帮你把这四个成绩 平均完之后放在这里 按确定 那结果的话呢 当然这地方呢 理论上 这个 这个理论上 应该是有小数点 如果说有小数点的话 你希望把小数点 变成整数的话 因为你现在如果 向下填满 其实向下填满 是这边空点 可以点两下 它会自动帮你填满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 希望取到小数点的第二 小数点 把它去掉 变整数的话 第二个你可能需要 再把average函数 做出来公式再减下来 那减的时候 特别就是不要减到等号 减下来之后 再插入一个 就是取那个整数的 那个函数 那个函数的话 就是说 它的位置是在 那个数学与三角里面 那它放在的是r开头 所以你可以往下找 它是r开头的 那个run的函数 所以往下找 你可以看到一个run 那这个run的是 四舍五路 就是说 看你要取到第几位 第一位的话 你后面那个参数 就给1 一直了一推 那有个run down run up 那顾名实际 run down的话 是无条件捨去 run up是无条件近位 那我们就用run的函数 按确定 接下来的话 把刚刚减下 那个公式贴上 average这一个 ok 然后呢 取到小数点的第几位 那因为呢 如果是1就是第一位 2的话就第二位 那整数的话是多少呢 其实整数出入0就可以了 ok 所以你会发现呢 它会把81.5 自动帮你四舍五路之后 变成整数到82 ok 按确定 好 做完之后的话 把它向下填满 完成第一个部分 当然因为我刚刚有做了一个 就是增加小数点 所以把增加小数点这个格式 去掉 这样的话 就会看到是最后 我们要的结果 一定是要一个整数就对了 所以公式在这里 ok 第一个 你会不会使用 average 跟run的 我刚刚是先做完average之后 再减下来 减下来 放在run的函数里面 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当然 它要我们做什么 其实要把这个 第二个题目是做趋势图 不过我建议先跳到第三来看 为什么 因为这个第一做完之后呢 接下来 它是希望如果你及格用打勾的 如果50分以上到60分以下 就是惊叹号 如果是小于60分 那就是XX ok 如果说今天我希望 做出这样的图示 所以这里大家有提示 就是说请你帮我用什么符号里面的图示级 那怎么样做这个图示级 我觉得这图示级还蛮 蛮不错 蛮棒的 就是它好处 一目了啦 你也不用看数字 可是要怎么样把这个图示级加上去 一一样先把这个范围选取 选取 目前是选取啦 如果没有选取 你就是从上到下把它选起来 第二个的话呢 设定格式化条件里面 它会有一个所谓的图示级 在这边 ok 将来的话 记得从这里 找一下图示级 那当然这边 当然有预测会有一个 已经有我们要的 不过呢 它的条件似乎不是我们要的 所以如果你这个地方 直接图示级里面 点这个选项的话 你会发现 它目前的设定 跟我们要的好像不太一样 你会发现它好像六十几分 是惊叹号 七十几分以上才是打勾 ok 所以不是我们要 那怎么办呢 在这个图示级的下方会有个其他规则 你一样可以找到这个指标 然后呢 在这边做做设定 那设定的方法 特别注意就是直接 从图示级里面 其他规则 1 ok 第二个的话呢 请你找到这个图示级的样式 一样找到这个打勾的 跟叉叉的 它惊叹号 那底下可以让你去设定 设定什么呢 类型记得 本来是百分比 比如说它这个预设是 百分之六十七以上是打勾 百分之 就是三十三以下 才是打X 不过我把它改成数值 如果呢 它的分数是六十分以上 所以这边输入六十 六十分以上 是打勾 表示及格 那如果五十分以上呢 表示惊叹号 除此之外就是XX 按个确定 你会发现 这个效果马上就做出来了 那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的 五十几分 刚刚是不是 我看一下 刚刚有其他规则 如果效果不对的话 你回头看一看一看一下 这个地方 1一样是选这个 2呢 记得改这个数值 底下这个可能刚刚没改到这里 两个都要改 OK 那这边的话 一样是六十 这边一样是五十 OK 可能刚刚这个数值没改到 按确定 看一下 OK 好 那你会发现呢 这个效果就做出来了 所以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待会还有趋势图 跟后面的图表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做完第一题跟第三题 再来呢 我们分别再来完成 题目里面要的第二题 趋势图 它说 要在这个范围 I2到I31 其实就是趋势图的那个栏位 它要做什么呢 就是把第一次到第三次 日常考察 学习成绩 总共五个栏位 里面的资料 它要做一个什么呢 直条图的趋势图 走势图 那要怎么做呢 第一个 游标先放在这个位置 趋势图 那这个趋势图的位置在哪里 其实你可以找一下 插入这个图里面 就有个直条图 实际上就在这里 OK 基本上它要我们做的 其实就是这个直条图 所以你找一下面板 这个面板要稍微切一下 再往这边找一下直条图 找到之后的话 按个确定就可以了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范围是在哪个范围 这三 这五个成绩 所以你要告诉他说 从D2到DH2 这个是我要的范围 请你帮我做出 那个趋势图 放哪里呢 放在I2 这个出声格里面 按个确定之后的话呢 它会自动帮我产生 我要的趋势图 不过呢 预设的趋势图 它看起来没有彩色的 所以怎么办呢 题目里面 要我们把它变彩色 那变怎么样的彩色 题目有说 就是套用走势图样式 走势图里面有样式 其中的彩色 那这个颈的话是第 整个是number number 6 第六个 OK 另外的话标示高点 跟最终点 意思就是说呢 最高分的 跟最后面 就是学习总成绩 用不同的颜色 做标示 那这个地方呢 有两个部分怎么做 左一 先给样式 样式 其实可以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有样式两个字 意思就是这个 就是我们要的样式 那彩色在哪里呢 基本上 你把它展开来 这一个群组是 应该是叫声多少 叫声多少 其中的话 你可以找到最下面这一个 这个就是什么呢 有没有 走势图样式 后面加个彩色 然后第几个呢 其实它从第一 前面这个是 第一个样式 最后一个就是六 OK 所以number 6的话呢 基本上点击 这个就OK了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 它要的这个样式 再来它要标示 各位有没有发现 如果你要标示 其实就是这个显示 那显示哪一些呢 最高点 有没有 最高的 然后呢 最后 它好像还有个最后点 最后那个学习成绩 所以这两个呢 你把它打勾 好 打勾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样式 高点 你会发现 最高分的 最后 就是学习成绩 它会用不同颜色标示 那做完之后呢 其他成绩怎么办呢 你就向下填满 不过特别重要 向下填满 在isail里面 有几个方法 直接呢 在空底上点两下 不过这一题 如果是图 不能够快速点两下 它不会自动填满 刚刚这个可以啦 刚刚这个地方 因为好像有些同学 还不会自动 你可以直接在这个 右下角的空点上 点两下 那什么时候点两下呢 当白色的十字 变成黑色的十字的时候 快速点两下左键 就是所谓的自动填满 但是在这里不行 因为它是一个图 那怎么办 没关系 按住不要放 白色变黑色 按住不要放 往下拖拉 到最后一个列 把它放开 这样就OK了 所以这样的话很快呢 其他的成绩 你会发现每一个人的成绩 他都会用图形的方式表示 一看一目了然 就知道说 哪一个人最高分 大概是哪一次月考成绩 然后呢 最后的成绩的话 会用红色的方式来标 其实就一目了然 那当然一般习惯 如果叫你看文字跟看图 当然你会喜欢看图 当然看图会一目了然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我们利用趋势图部分呢 先把这个地方做出来 所以第二个部分完成 再来等一下呢 第四跟第五 是要做什么 做那个所谓的SmartR 这个SmartR在PowerPoint里面也有 在Word里面也有 其实在Office系列产品都有 都可以做出图形化 那它基本上 做出来就类似像 各位可以看到 这样的图 不过它是黑白的 那当然它里面有相关规定 那我们就要按照这个相关的规定 分别把它完成 里面比较重要的是 SmartR的哪一种样式 发散新型图 所以你要去找一个样式 叫发散新型图 而且要变更它的色彩 因为你加了那个SmartR 那个之后呢 它颜色不是彩色的 它希望变成彩色的 辐射 而且呢 要有光泽 上面的话 要有立体的光泽 然后再来的话 分别呢 把那个新 这个新型图呢 上面输入一些文字啦 然后呢 修改它的什么呢 它的字的大小 11 然后呢 字体的话呢 变微软正黑体 然后再分别完成 总共4跟5 那所以请各位先把那个趋势图部分先完成 待会再来看后面的